好了,我開了 好了,我開了 Hello Hello,各位好 我們又來看禮介紹 今天的時間比較特別 因為早一點 今天我們會介紹咖啡 當然一會兒所有同事都可以喝咖啡 所以為免他們今晚 為免他們今晚如果睡不著要打電話給我 所以我要早一點開直播 我們先檢查一下我們的設定是否可以 如果已經進來的朋友可以幫我們 如果聽到聲話都可以的 可以給點讚我們 給點心心我們 如果你有喝過尼泊爾的咖啡 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不喜歡喝 你是喝開掛耳 還是在家裡自己也是 去磨豆做手沖的 好了,我看到也有些朋友進來了 好了 好,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 會跟大家介紹 菩薩子維摩社的咖啡豆 可能在這裡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何菩薩子和維摩社 究竟是甚麼回事 菩薩子是一個台中的寺院 是維光法師在那裡的住持 菩薩子是法會 禪修、修行為主的地方 而維摩社 如果有台中的朋友 他們會有兩棟水泥建築 一棟就是菩薩子 在菩薩子的旁邊 有一個水泥建築的地方 叫做維摩社 有些像漢禮 做一個禮品、結原品的流通 所以所有菩薩子的叫原品 都會用維摩社的名稱 去做流通 所以我們在香港 這幾個月 可能很多人 會收到消息 尼泊爾那邊的疫情 都比較嚴峻 維光法師都在 募捐 幫他們當地買氧氣機 買一些醫療設備 如果大家有發現 其實香港菩薩子的辦事處 沒錯 就是在漢禮 以前師傅每個月 都會來香港講經 其實在香港沒有一個實質的地方 例如在香港 在官堂的地方 借來港經 每半年 就會做一次般若法會 就會在姚中賢借場地 日常的一些 例如圍摩社的寄賣 又或者一些 捐款的收據 其實就是在漢禮 我們代辦 所以其實身份 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菩薩子 和圍摩社 兩個名字的 一個講解 因為有時候 很多人都未必分得清楚 以為是 是否圍摩社 又是另一個 entity 菩薩子是什麼 這裏少許介紹 我們今天最重要 就是想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咖啡 我自己 先戴定頭盔 其實我都是應該兩年前 因為菩薩子 想我們幫忙推廣這個咖啡 用了很多努力 開始學習 就算現在的手沖 都是因為天天在家這樣沖 都是自己玩的 就絕對不是專業的 一會兒的所有示範 都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這一個是 你在家已經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如果你想再學多些關於手沖 這個並不是一個 手沖教學的片 是想告訴你 這些豆是可以這樣的做法 如果你想再學多些關於手沖的知識 其實在Youtube 我在疫情期間很多都是在Youtube大師那裏學回來的 尤其是台灣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是 譬如可能是 學蔬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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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記 還有是 原始咖啡 原始咖啡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頻道 給很多朋友可以 是 深入淺出去學 譬如粉水比 一會兒都可能會講到的 水溫 用什麼淚杯 那些他們會有很詳盡的介紹 我們這裏不是賣咖啡用品的 所以我這個就會省略了它 又或者你是有沖開菩薩子咖啡的 如果你遇到一些器材 你覺得是很適合去沖利帕爾咖啡的 都歡迎在comments那裏 為我們新入坑的朋友去做介紹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一會兒 菩薩子他們的咖啡豆 就會有掛耳包 也會有豆豆 會有220 還有450兩個包裝 可能大家會覺得 450怎樣用 我一會兒都會告訴大家 還有一種用法 是很耗豆的 去得很快的 這樣 這樣 有很多人 都 這幾年其實多了人 玩手沖 其實我很記得 因為我們兩三年前 其實台灣已經很風行手沖這個熱潮 所以其實那時候 菩薩子給我們一些豆 他們那邊買得很好 我們這邊就真是一般 因為我們那時候 可能還是比較偏向停留在意識咖啡 就是可能是Latte Cappuccino Flat White 那類 所以就比較會偏向意識咖啡 而那裏的意識咖啡 原來就是可能都是比較 深度控陪些 是為了 是給你 是拿來撞奶 來拿一個Balance去喝的 那不是給你 是就這樣手沖 因為其實手沖 就是Black Coffee 就是黑咖啡 就是直接就這樣喝 那變了 一開始 我們這裏幫忙買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自己 會去買了一部 Nespresso機 去買了那些Capsule 自己磨豆 放進那個機器那裏給大家試 是有那個香氣 但是大家都是覺得不夠近 那時候我們還特地和台灣 就是和菩薩寺就說 我們好像香港的人 不是很接受到那麽淺烘焙 可不可以為我們做一些 炒得焦一點點的 炒到深度烘焙一點的 所以那時候真的 我們膚淺的 所以就不太懂得把這個 菩薩寺的咖啡 就沖出來 沖得好味 給大家喝了 那讓我又一邊看看 先 Kitty 你好啊 我知道你回家了 恭喜你啊 要不要我寄點咖啡 給你在家裡沖 你好啊 我知道你近來都在學手沖 對了 首先說回尼泊爾 好少好少聽到 尼泊爾有咖啡的 就是多數什麼 埃塞俄比亞 肯亞 那些地方 印尼 巴西 很多人會聽到 這些是所謂的咖啡帶 尼泊爾的確 不是在咖啡帶裡面 是怎樣發現的呢 因為其實 衛光法師 他在尼泊爾當地 就是有一間三美學院 他現在 現時是有20名的 小三美在那裡 他就因為 因為要照顧這一班小三美 他經常常住在尼泊爾 他在當地的時候 他就經常出席那些市集 去看看他們當地的民生 他就發覺 咦 經常性都會有 這個咖啡農在那邊 是賣咖啡的 根據他了解之後 原來這些咖啡 全部都是在尼泊爾 其實簡直是喜馬拉雅山山物 1450公尺海拔的地方去種植 一開始全部都是野生有機 種植 其中有一個莊園 就是現在 法師會和他們拿豆的這個地方 叫做Nuarco 我不懂得說得對 不過這個莊園的莊主很好 他不單止自己 開始大量去種植咖啡豆 就簡直是叫當地的小農 一起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在尼泊爾 譬如他們都經常遇到很多大自然的災害 可能幾年前他們大地震 其實直至今天 是除了加德門都以外 譬如偏遠一點點的地方 其實到現在都是未重建 很多人都還是住在鐵皮屋等等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惠光法師都會在當地 會越收越多 譬如可能是家裡經濟有問題 各樣的小朋友來做小3A 因為當地他們已經去到一個程度 有時候他們是缺錢到 他們寧願是賣他們自己的子女 給別人做努力去換取金錢 惠光法師曾經聽過一個最極端的例子 是25美元就賣了她的女兒 所以師傅覺得 在這個地方是佛陀誕生的地方 而每個小朋友就很像咖啡豆 其實都是一個光明來的 其實如果適當去栽培 其實對未來的社會 會帶來光明的一個種子 所以她就聽到他們這個 咖啡農的故事之後 她就決定要幫他們去推廣 尼泊爾的咖啡 再加上其實他們當地 那個1450高海拔的地方 去種這個咖啡 其實他們那個水源 就是這個喜馬拉雅山的溶雪 去滋養著這些豆豆 所以其實她那裡 如果是以靈氣來講 就是以這個地水火風 其實是非常之優美優勝的地方 師傅也都把這個豆 就改名做City City其實是泛民來的 也都是代表著光明種子 這樣的意思 其實她就是希望 我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會留意到尼泊爾的咖啡豆 藉著這個咖啡農的心願 原來她是想透過大家多些來種植這個咖啡豆 多些人來認識 從而令到他們自己可以自力更生 不需要再去販賣自己的小朋友 去換取一些金錢去改善生活 而是透過他們的努力 或者是大家會認識到尼泊爾的咖啡 而幫他們自己當地改善生活 因為一邊就在賣小朋友 一邊法師就發覺那邊真是這麼慘的環境 所以她就在收這麼多小朋友 進入她們的3A學院 所以師傅就更大的感觸 其實師傅在那邊現在她發了個願 她也都已經買了地 在建學校 她的3A學院將來是希望每年 是可以容納到200個小朋友 那這些小朋友 他們除了是有這個 因為她是小3A 要學習這個佛學院的生活之外 其實他們都會有這個正常的學校的學習 譬如都會學回尼泊爾文 英文 不是中文 英文 數學那些基本都會學 他們去到18歲的時候 正如一般的3A學院一樣 他們都是有一個選擇的權利 他們可以還續 可以繼續出家 他們可以去升大學 所以其實師傅是給了一個很好的成長的環境 還有師傅經常都會在以前疫情之前 會在台灣買洗衣板 買蘿蔔 過去教他們洗衣 自己去醃製菜譜 所以很多生活上的技能都教到給他們 所以就算是這個咖啡農莊 師傅都經常帶這些小3A去到 這裏就是現在師傅在最中間 而圍著師傅的照片 那些就是現在的20位小3A 他們每年其實都會上去幫忙去採摘咖啡豆 你會見到其實那條路都不容易走 另外就是 先看一下 我要學習一下 他們那個山路是很崎嶇的 去到他們全部都會幫忙去採摘 一粒粒原果 他們的品種是Bourbon 他們會半天曬半水洗 這就是那裏的環境 對於佛教徒來說 很多人都是很嚮往的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少少尼泊爾咖啡豆的來源 亦都是為何我們會有 這個尼泊爾這麼少聽到的一個產地的咖啡豆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今天就是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幾款不同的包裝 因為其實菩薩寺就是為處於台中 其實可能如果現在很多朋友認識咖啡的 都會知道其實台灣都很多咖啡師 都經常是出席一些國際菜 其實當中這個台中是控陪的聖地 很多的控陪老師都是出自於台中 所以我們菩薩寺的咖啡豆 亦都是經過一間咖啡的控陪師叫巴法 其實都是在台中 甚至乎國際是拿獎的炒豆絲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是淺到控陪 是我們不認識的 經常都說炒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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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現在看到娜娜都在線 你記不記得你剛剛一開始 我看到真的有尼泊爾的朋友加入了我們的 chat room hello Hira hello from the... 是 我們見到你了 那時候 因為她都很支持我們 那時候我們每次 她就買了很多我們的咖啡都說很淡 沒有味的 經過香港這幾年大家對手沖的認識 以及我們現在開始懂得掌握那個沖泡方法 哎呀 原來我們沖壞了 真的浪費了些豆 那我今天開直播就是不是展現手沖的技巧 但是反而是想告訴大家 起碼如果我們沒有那麼多器具的情況下 原來都是可以簡易跟以前的沖泡不同的 那如果你來到可能想送禮 那又未必可能可以沖給朋友看到 那其實菩薩寺維摩社都很好 他們已經準備了很多這些小冊子 那它的小冊子裏面 其實已經是會有剛才我們展示到的圖畫 關於這個尼泊爾咖啡豆的故事 甚至乎這個我叫老師他們加進去的 就是粉水瓶 是來自哪個地方 這裡 應該要用多少水溫 這些我們都已經寫在這裡了 是的 我是會示範的 首先我們就先講最簡單的這個掛耳包 這個其實以前小時候都經常看到的 我都是近年我才知道死火 原來一直沖錯了 我們一般不懂的時候 當然就是在水機那裡 倒滿它 讓它滴下來 倒滿它又滴下來 倒滿它又滴下來 然後一喝 嘩 好難喝 這是通常的情況 原來是有少少錯了的地方 首先 我先教好這裡的位置 我們通常掛耳包 一出來 這裡是會有一個虛線位 我們在沖泡之前 其實我們首先可以先將它的摺口位 先拉一拉 等待一會打開了之後 不會拿手不成勢 然後可以整平了它 即是那些咖啡粉 是一個平均的高度 然後才將它上面撕開它 是很容易撕得開的 後來我發覺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通常可能會找這些小杯 即是掛耳 我公司只有咖啡粉 我就這樣掛下去 原來問題就是在於 當你泡水的時候 我們通常又想沖到最極致 變成你是一路浸著咖啡 又不斷在上面加 那就是將它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會兒 可能我都會示範手沖 你會看到其實因為那些熱水 如果長期在那些粉 其實會將它的苦夷 那些泥味 那些洞味 都沖出來 為什麼 其實它們會很著重 在分幾兩分鐘裡面 甚至乎在三分鐘內 是要做完手沖這個動作 就是減少將它的苦夷 那些味道是沖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一隻比較小的杯 當你都未沖到第二三次 那些水位已經浸著咖啡粉 那當然你一拿開那個 拿開那個咖啡粉的時候 一喝當然是 就全部那些最噁心的味道都在那裡 那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你在公司那裡用掛耳 可能未必會找到一個這麼大的水煲 就是一個溶氣 但是起碼你那個杯身可以高身一點 讓你在沖泡的時候 它有一個滴漏的狀態 就是它都還是會 下面那個水是不會碰到你的粉 那就不會變成浸著那個味道 這樣這樣 那好了 那我們原來在沖咖啡的時候 我站起來了 那原來在沖咖啡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一次過就把水 浸到最滿滿 然後等它滴下來 那無論一會兒 示範手沖和這個掛耳包其實都是一樣 那我們在開始沖泡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首先 你要是把那個粉 先輕輕的那些水位 你看到我就算現在下了水 是未開始滴的 那是做什麼呢 這個過程我們叫做蚊蒸 就是等一些咖啡和熱水去相撞 就等它的二氧化碳就開始 好像被人叫醒 醒啦 你要沖咖啡給人喝啦 你要被人喝啦 你要準備去行營 你要準備被人吞下口 那這個時間呢 其實我們是會是 沖點熱水下去 就好像叫醒咖啡豆 其實這個過程是 將它的二氧化碳釋放出來的 我們針了大概 好像是幫它濕潤一下 所以其實是不斷尿一個圈 那我們就是可以等三十秒 那三十秒之後呢 就是它大概那個 如果那些咖啡豆是新鮮的 甚至乎你會看到它會有那個 好像蒸蛋糕一樣膨脹的過程 然後呢 好了 三十秒之後呢 我們就才開始去沖咖啡了 而我們通常就會由中間開始 那我就特地不讓大家看我那個沖炮的手勢 因為呢 我不是專家 而且現在是在做直播啦 如果你想看別人的手勢 就是什麼推粉法啦 一刀流啊 四六法啊 那些呢 你可以看回我剛才所介紹的一些的頻道 那我可能一會兒在留言 我都推介一下我學得最多那幾間 那我們開始滴流 這個叫做第一次蚊精 這個叫做斷水法 所以中間會停一停的 還有掛耳包呢 因為它空間小 那我們通常都不會用到剛才那些蚊蚊流蚊流的了 就直接在它中間開始給水 它滴完就再給 那通常呢 我們因為那個這些的掛耳包呢 就通常是以咖啡杯的高度為例啦 那所以通常是去到200ml左右就OK的啦 那我今天其實都帶了這個 我這裡下面其實有一個小磅仔的 那其實都會有一點點精準啦 不過有時候有些台灣的咖啡師呢 他們就都不要學到那些日本仔那樣 這樣計算到每一個秒鐘的 你要跟它溝通 因為其實就像做蛋糕一樣 有時候潮濕一些 有時候怎樣的 有時候炒洞一些 有些怎樣的 還有你慢慢學手沖 你就要學會看些斷水的狀態去比水 那這個就是其實最基本最基本手沖的方法 那就變了你就算是在公司 我記得維摩社的葉老師 他說他自己已經是練習到連在水機 他都可以做到手沖的啦 那所以可以是給自己在公司那裡一個儀式 就是中間只是掛耳都可以給自己一個時間做手沖 因為其實整個過程都不需要三分鐘就完成了 那一會兒多人 那我沖多一點點啦 那通常我們去到最後的時候 過一轉就是不要的了 好 我用這個杯 那去到其實你學沖得多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沖沖一下 它已經沒有泡泡出 其實就所以已經是把它切離 那就不需要滴到乾淨了 因為滴到最後 它就會有一些很重的咖啡因 它那些苦味全部就會在那裡 通常我們無論是掛耳或者是手沖 去到下面 因為它有不同的時間去攝取 可能一開始是有甜味 中間酸味什麼味 你就要去熬一熬 才去serve 人 所以你可能有時候會看到 那些咖啡師在你面前經常這樣熬 它是想將那些風味 無論是第幾次沖泡的 混和一下 然後才倒出來 這個已經是你在公司可以 飯後可以入的咖啡 未必沖得好 剛才說了那麼多 我就看了很多時間 已經被人拿了 我在這裡拿 然後想讓大家看看 正常手沖的方法 Jacky在看 是不是 平時以前我們沖錯了 很浪費些豆 是啊 同事終於覺得好喝了 以前他們都不肯喝 因為我們一直沖錯了 很失敗 好了 這個就是 真是一套正式的 有淚杯有淚子 她已經整杯在喝了 哈哈哈哈 好了 這裡有爭霸戰 我有的 我一會兒 又手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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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排隊 很多隻杯 我們在排隊 這裡是正式的示範 如果你家裡可能有磨豆機 或者手磨 最近都多了很多牌子 出手磨 其實是經濟實惠 八百多元 都已經有很好 攪拌得很好的手沖 磨豆機 所以你只需要綁 下面有承載器 有淚杯 其實你已經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覺得 你認識了 你會覺得很划 因為外面的咖啡手沖 真心認識了 我會覺得是有一點點貴的 雖然那些豆 都相對是比 就這樣喝二色咖啡 是貴一點點的 但是 我去過有些地方 百多元一杯 我真的不知道 有什麼人會喝 不是 普通咖啡店 他們有分的 入門的人 就五十元 沖一杯給你 中等的人 七十多元 如果它是比賽 level 是一百二十元一杯 是啊 是啊 事不宜遲 有很多樓派 事先在這裡 戴頭盔 沖咖啡 是非常之有很多樓派的 有些人 就是類子不洗 有些人連一杯 因為我剛才已經做了斜掛椅 其實我也做了一杯 有些人會洗類子 有些人不洗 有些人很環保 正如現在用筆織布 我這些都是用竹做的 而且我喜歡用這些 是沒有漂白的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坑 歡迎看其他YouTube頻道去學習 我都覺得紙有些紙味 所以我都喜歡 先去沖洗一次那個雷子 先去沖洗一次 好 但我那個咖啡粉 我帶了20克過來煮 夠了 真的 要一口而已 它要一口而已 好 我需要一個 好 它需要一口而已 我們可以用這些工具 把這個類子鋪平 然後如果你在家裡喝的時候 我通常就有點像沖茶一樣 把它溫溫的水 我就順手倒進我的杯子裡 就可以令到一會兒咖啡出來的溫度 不會讓杯子太冷 因為太冷 順暢地減低了 因為我什麼都帶來了 但沒有帶到磨豆機過來 所以我事先今早在家裡 已經磨好粉 我們設定好這個 我今天會用到的 是15克的粉 如果按照菩薩寺官方 他會教我們粉水比 大概1比10至13 但坊間手沖到16至18都有 什麼意思呢 例如我現在用15克的粉 你成為10 即是粉水比 我是15克的粉 一會兒沖出來 會是150克的咖啡 這樣 其實通常一般 可能自己在家裡 有18至20克 可以沖到250至300多克的咖啡 mL的咖啡 就已經很好了 很 depend 你自己喜歡它的濃淡 它的果酸 你喜歡果酸味多些 喜歡它的朱古力味 各樣各樣 可以去調整粉水比 和溫度 初學者我會建議 一般用88至90度水 因為太熱 有些老師會說 熱水會把咖啡豆的甜味沖出來 但也如果時間控制不好 它會很容易 它會很容易把咖啡豆裡面 那些的焦味 或者苦潔味 也會很容易 因為太熱 它就快一點 就會出來了 所以如果 一般初學者 可能都是用80多度水 我覺得 會比較容易掌握 還有 因為不同的磨豆機 它有不同的黑素 通常都是 如果是尼泊爾豆 我都覺得是正常 如果譬如我自己是 哎呀 無緣無故想咖啡豆 用小飛馬 是用3.5至4 喝一口水 哎呀 哎呀 我在離遠處 已經看到很多這個 杯在排隊了 好 等我咖啡豆 好 等我看看這個時候 有沒有人問 你最近在這裡 沖 受沖 你有沒有哪個地區的 咖啡豆 你喜歡 或者你喜歡 什麼味道 的咖啡豆呢 最好是即磨即泡 當然啦 哦 要洗手 對呀 馬上洗 先看看 真的好 有Live 有大家去提醒我 好 跟著呢 我們這裡 沒有東西 最多這一盒我自己喝 對 跟著呢 首先在沖泡之前 咖啡粉已經放進去 我們呢 通常是會需要 大力點拍 不要緊的 將它們的粉 很難讓大家看得到 這樣就是會將它 一點點放進去 它也是成平面 平面之後呢 你可以放上去 那又是所有東西就是 歸零先 那又是先掃第一次的燜蒸 通常我們就會是30g的熱水 是去燜蒸30秒 其實跟剛才的燜蒸時間一樣 就是跟掛耳杯的燜蒸時間是一樣的 不是的 那個 不要那麼大力拍 有時候有些片是說要大力一點的 因為呢 其實它 我部機啦 它那個磨豆不算是很漂亮 變了會有粗幼 那如果你大力點拍 它就會將它們混和一點點 最重要是要平面 而且你很輕拍 根本它沒有動 其實它要斜 它繼續斜 你這樣它才會很直 不過這個就跟學費一樣 很多門派 好了 那我們就繼續 這樣我就會一次 這個 今次我也是兩次斷碎 其實有少少推粉法 一來就會去到120g的水 這樣 然後它滴漏了之後 我們再沖一次 其實就已經完成 所以其實一杯手沖 是三分鐘內的事 那些咖啡豆 當然你手法都很重要 慢慢認識得多 可能有時候有些豆 譬如是藝技豆 現在很紅的 原來它偏硬的 那你又要磨細一點 原來有些豆 原來它出名小粒 又怎樣怎樣怎樣 你就要在溫度 水溫 磨豆的粗幼 甚至乎是這個淚杯 你會看到有些人整個架都是 原來它的流速都會有影響 這樣 通常我們都是在中心注水 會轉圈圈 其實都需要看著泡泡的狀態 去轉圈圈 當然 這個又是再次說 我今天是想帶給大家看 其實原來這件事是很簡單的 不是想去教大家一個手沖的教學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這些手沖的技巧 真的現在不用上課 網上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買一套很簡單的 通常都基本入門款 就是哈利歐 就是由日本的 接著又抵玩 又可以是已經可以試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由這樣入門 就已經很好 其實已經沖好了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樣搖一搖 有否喝咖啡 這裡有 你自己針吧 這樣已經完成了 他們自己喝了 剛才也有說到 其實咖啡真的很好玩 其實還有冰滴 我今天沒有帶來 但是譬如有時候 我們現在為了要保持咖啡豆新鮮 我們通常就是以預訂方式 每個星期我們會按訂貨量 從台灣即炒 就即拿過來香港這邊 以前可能 譬如我們入了 放貨架那裏 其實它永遠不會過期的 不過它的氣 就會慢慢越來越排走 變成你喝的時候 香氣沒有那麼好 所以通常我這些 真的沒有那麼新鮮的豆 我就會拿來做冷泡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過我就不想浪費那些豆 當然你可能越用新鮮的豆 你會越好吃 那這裡其實 這個也是 我今天可能變成哈利歐的代理 這個也是哈利歐的冷泡瓶 但是其實你如果在家 有一個高身的瓶 你有煲湯魚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裡呢 其實就是用了55克的咖啡粉 接著7-8ml的水 那你是 哎呀 什麼都沒有了 我沒得喝 那就 是啊 7-8ml的水 那是冷水的 這裡就不是用熱水下去 那就下去之後 你熬一下它 就確保所有的粉都濕潤了 那其實放在雪櫃裏 那裡面呢 8個 8個小時左右 其實8至10個小時就已經OK 那也都是 Depends on 你的喜好 它的濃淡 那如果你喜歡它越濃的 你就浸久一點點 又或者你可以不要全個 這個時間呢 都是放在雪櫃裏面 你可能可以放在室溫那裡 一會兒先 因為其實越熱 它就越釋放得快 那它冷泡就是放在雪櫃裏面 那就令到它那個碎取很慢 所以就是用長一點的時間 才可以沖到這個冷泡 那你們可以喝這個 這個濃很多的 這個我浸了一天 一天 其實一般是8至12天 我們這裡的人全部 這裡的人全部重口味 所以我就 弄得濃一點 是啊 我也覺得今天 Hario應該要給我一個廣告快 咖啡因會強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經常都想試不同的味道 或者不同的淚杯 不同的水溫 那都有研究一下 咖啡因的狀態 那譬如好像我自己 都是有一點點重口味的 我喝不到只有15克的粉 所以今天這裡是15克 我打算因為不是積磨 不要浪費 那我自己20克粉 那我一天喝兩杯 其實40克的咖啡豆 如果你說手沖和冷泡 我會覺得冷泡的咖啡因是會重些 因為其實我有朋友都是做咖啡 其實他說真正你沖咖啡 其實它如果流速快 其實咖啡因怎麼來呢 是在咖啡豆和水 越接觸得久 它越浸得久 它咖啡因越高 那你看我剛才其實 整件事都不夠3分鐘 其實是咖啡因不會算是 所以我們經常喝 手有手沖 都不及我喝兩杯這個 意識咖啡 心勃勃跳得很厲害 所以這個是可以注意的地方 因為其實Dcaf的咖啡豆 它是怎麼處理呢 就是將咖啡豆未炒之前 然後浸在水裡 將咖啡因沖出來 它才去炒 所以其實咖啡因時間 亦都是看你越浸泡得久 其實咖啡因是厲害 所以其實你喝冷泡的話 應該就好像Expresso 是會炒很多的 好 除了掛耳有豆賣嗎 有啊 我們就是有這個220g 它是275元的 另外這個450g 就是465元的 我們現在所有的 無論是掛耳和咖啡豆 為了新鮮烘焙 所以都是預訂的 我們收到訂單之後 我們每個星期 都會和維摩社去入貨 確保你們的咖啡豆 是最新鮮的狀態這樣 好了 讓我看看 珊珊問到是否用室溫水泡 如果你說那個濫泡 然後呢 就是那個咖啡粉55g 你磨好了之後 比如你不是買Hario這個瓶 你可能是普通家裡的瓶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煲湯魚袋 裝著那個咖啡粉 你是用室溫水去浸泡它 然後就放進雪櫃裡面 去雪八至十個小時 Depends on 你的濃淡 或者豆豆的狀態 這樣 對了 我今天示範手沖好冷泡好 這些其實我都是Youtube回來的 主子是想告訴大家 是想介紹 尼泊爾也有好咖啡 因為我記得我們兩年前 菩薩寺和常林法師 在菩薩寺舉行了一個茶禪 以前常林法師說她是不喝咖啡的 但在那裡 因為其實台中的天氣 都是很潮濕 下雨 藝菩寺 我記得他們有一天 常林法師很頭痛 她喝了之後 她說好像開咖 所以好咖啡 是會真的令到你整個人 好像清醒了那個狀態 不只是咖啡因提神 是她好像幫你 裡面的氣團 好像在那裡做一個調和 所以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好了 讓我看看還有沒有其他人 問其他問題 冷泡好正的 你是否在附近過來喝 第一次遇到我們做直播 是啊 你好 其實我們經常不定期的 因為店鋪賣 有時候我想做的時候 其實我今天兩點鐘就想做的了 但是中間遇到很多不同的事 所以就延遲到現在 還有我們不是為了想令到那個 那些什麼like comment 那些很多 是想著可能未必可以在店鋪 經常沖給大家喝 那我們就用直播的模式去介紹給大家 所以就用不同的時間去開live 我們真的會變咖啡 不過我們沒有飲食牌 對了 好了 暫時就見的問題是這麼多 我們遲些會把這段片放上youtube 如果你想幫我們手 也是幫衛光法師手去推廣這個尼泊爾的咖啡 都歡迎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可以like comment and share 順帶一提 近來菩薩寺都在舉行萬人抄心經的活動 大家如果細月 菩薩寺他們的details 是說明 台灣都要6月18日的紙才印好 還有他們的筆在台灣 他們自己都是未有充裕的 都未有夠的筆 所以我們香港是未寄禮的 我們都在幫忙協調 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我們這裡才會有抄經貼、筆等 到時我們的流程是怎樣 應該會有一份Google方 給大家填 填完之後 上來拿回抄經貼和筆便可以 如果你想現在已經開始的話 其實你自己家裡有任何紙、任何筆 都可以每天去抄一篇心經 如果你是完成了108次的 抄完108篇之後 是可以自行寄回菩薩寺 他們在10月22日會有個約司法會 到時就會將所有參與者的名單 就會在那裏做一個公德迴向 希望這裡可以解決 我們不用一路聽電話這個狀態 是的 好的 多謝我們等你的訂單 其他朋友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可以跟我說 如果是熟我的朋友 歡迎來我家喝手沖 喝冰滴和喝冷炮 其實我還有一個吸紅烏 我還未研究 好 拜拜 好 太好了